兔兔魔王的陪宅生活 大家好,我是兔兔魔王 今天我要介绍一个很可爱又实用的包包 就是它 就是它 新小兔包2.0 由于我平常在使用的旧小兔包 又脏又旧,而且洗不太干净了 于是我决定找一个新朋友来代替他工作 那旧的小兔包就可以退休了 小兔包拜拜 拜拜 那我们今天就开始进行我们的新小兔包开箱吧 小兔包的袋子就是直接用一般的塑胶袋装着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撕开它 拿出来 一只崭新的小兔包 就完成啦 然后呢,它后面有袋子 我们把袋子先拿下来好了 拿出你的剪刀或者是美工刀 画开它 画开它 画开了之后 它里面还有一个绑着的纸张 那我们把它也撕开吧 如此一来,新的小兔包诞生 这只新小兔包 它的这个挂的背带是彩虹色的很漂亮 看一下 然后这个小兔包呢,鼻子圆圆的 还有一个小牙齿 以及可爱的领结 小手 以及小角角 可爱吧 然后呢,我发现 新小兔包跟旧小兔包不一样的地方 它的耳朵的角度 你看 旧小兔包是直的 然后新小兔包是斜的 可能旧小兔包的设计是 用久了会垂下来 所以新小兔包改成就是往旁边 旁边长的耳朵 如此一来 用久了垂下来 也还是看得到它的眼睛 你看 旧小兔包垂下来超没有精神的 连眼睛都看不到了 新小兔包背起来就像这样 背起来 我穿披风 不太好背 大概长这样 大家看一下 背起来的部分 可以到 你的腰部这边 新小兔包的开想影片 就到这边结束了 谢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对我的影片有兴趣的话 欢迎你订阅 按赞 或是留言告诉我 加入我 成为我的子民 让我们一起征服世界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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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